今天我要压一块比较火辣的板 火辣对于我们的翡翠来说 肯定形容的是它的色 就是这个位置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位置的色没有那么多 其实它光是这一抹就已经很辣了 因为它是贯穿的 你看已经穿到后面来 而且这个色特别的阳 现在它还只是一个毛板的状态 你看不出来 到时候我会让师傅给它做成圆条 做成圆条过后宝座的色就更多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先给它套出来再说 好了 现在已经掏出来了 虽然在板上我们连它本来的颜色 可能你也看不清楚 具体分布是什么样 包括它的种水 取下来了过后 不仅色冒出来了 里面的种也冒出来了 现在里面的话 隐隐约约还飘得有一点点绿花 真的想象不到 这一条到时候做穿是得多 笑两只也拿过去让师傅做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现在起货了 是不是 你现在还能想象得到我从板上压它之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吗 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白底漆 你看不到的是它这个种水 起货过后它有一点点翻肿了 从那个料子上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只是一个落肿 但是现在它是一个高动化 而且这一圈色是完全一圈缠绕在上面的 特别好看 那我现在看完起货 我再带你们去回顾一下这块板最原始的样子 在这呢 来来来来来看看 是不是 如果说你真正不懂的话 你可能看这个会觉得 就是这一丢丢色 色还不是那么的浓 为什么那么贵呢 首先它这个色是贯穿的 这个贯穿的色呢 我们把它做成了圆条过后 它就一圈缠绕在上面 它这个色就出来了 总就要用我直观的去看它了 可能你们隔着屏幕看不到总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你们买手镯 自己不懂 划不好关 怎么办呢 找我呀 我是干嘛的 我是专业的 我就是一个玩翡翠的小姐姐 像这种总的问题就交给我了 我给你们当好的贫困